去平潭岛看蓝眼泪的季节又到来 如果你想在海边踏浪嬉戏 追求着蓝色的浪漫 来这里一定是最佳选择 这里的山海之景 自驾公路 以及那海上风车 都是来这里旅行的充分理由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平潭岛的美景究竟如何 又是否值得一去 它是福建省第一大岛 也是距离祖国宝岛台湾 直线距离最近的岛屿 平潭岛便位于其中 我们可以乘高铁直达平潭 选择租赁汽车或电动车的方式进行游玩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 平潭岛上主要景区的分布 以及自驾路线 达着以平潭线城区为节 游览路线分为南线和北线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北线的风光 来到这里可以选择在平潭线 主城区周围入住 这里备套设施齐全 交通也相当便利 接下来开启我们的行程 首先我们将来到离平潭城区 最近的龙凤头沙滩 沙滩长约10公里 也是我国著名的海滨浴场 沙滩平缓 沙纸细腻 也是平潭岛欣赏日出日落的绝佳观景点 我们继续前行 下一站将来到 平潭岛上标志性的景观之一 仙人景 一处鬼斧神宫的海石地茅 形如巨井 成圆筒状 口径50余米 深约40余米 也是难得一见的自然奇观 离开仙人景 我们继续折返向东前行 也将驶入平潭岛最美环岛公路路端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北港村 便是最美环岛公路的起点 在这里看岛上最为原始的山海田园风光 以及特色民居石头屋 接下来的一段行程 我们将沿着环岛公路去往下一站 长江澳 在行程中峰回路转与山海相遇 前方不远的地方 便是最美环海公路路段的终点 长江澳 来这里打卡海上风车之景 这里也是平潭岛三大海滨沙滩之一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平潭岛另一处 绝美的滨海公路 平潭岛北部生态廊道 与一众绝美的滨海渔村邂逅 沿着蜿蜿盘旋的公路前行 领略平潭岛的生态之美 如果时间充裕 可以前往石拍阳进行参观游览 随后导航平潭线返程 接下来我们将游览南线 首先我们将去往68海里 也就是平潭岛本岛 距离祖国宝岛台湾 直线距离最近的地方 两者之间相距仅68海里 约等于126公里 也是一处十分具有纪念意义的打卡地 接下来我们再次折返平潭线 紧接着向南前行 首先我们会途经海滩古城 如果对当地美食 人文特色感兴趣的朋友 时间充裕 可以到此一游 离开海滩古城 我们继续前行 下一站将抵达滩南湾 沙滩长约22公里 被誉为白金海滩 这里海水清澈 十里平沙 风轻浪柔 潮生如月 自然景观 媲美龙凤头沙滩 离开台南湾 我们将去往江军山 在山巅俯盼平潭海岸之景 这里山势临海而起 险峻陡峭 巨岩交错 也是平潭岛上 极具观赏性的山景 下一站 我们将去往平潭岛上 热门打卡点 向一弯 一处天然细长的托尾沙滩 引形丝向彼而得名 也是来到平潭岛 必看的自然景观之一 当夜幕降临 海滩上的蓝眼泪也即将浮现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 平潭岛上观赏蓝眼泪的常规地点 可以选择一处与这蓝色的浪漫相遇 最后我们附上 关于平潭岛旅行的文字攻略 一共大家参考 平安出行 安全归来 未经许可 任命 未经许可 任命 未经许可 任命